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圈养的西伯利亚虎的体重 大家知道我们平时都说了西伯利亚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也是老虎亚种当中的虎中之冠 但是随着这些年环境遭到的破坏 在野生西伯利亚虎的一些个体的统计上被孟加拉虎超过 我记得我前面说那个视频 各种类老虎的它的体型大小的一个排行榜的时候 一个人一直在跟我争论 他说西伯利亚虎的体重没有孟加拉虎大 原因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阿姆尔工程 在上一次的阿姆尔工程当中 雄性西伯利亚虎的平均体重的统计是187千克 他一直拿这个数据去向我证明说西伯利亚虎没有孟加拉虎大 我觉得比较任何一个亚种去比较它个体的物种的一个大小 还是要去比较一个在同等的一个条件下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朝鲜人也就是北朝鲜和韩国人南朝鲜 朝鲜人的平均体重呢 还有身高呢都是低于韩国人的 但是呢他们是一个民族 你就说 难道你就说这个民族的平均体重是朝鲜那边的身高吗 显然不是的 朝鲜人的平均身高呢低于韩国 是因为他们从小呢就营养不良 影响了他们的发育 西伯利亚虎也是同样的道理 阿姆尔虎工程呢在90年代时候的测试数据呢 呃当时的雄性西伯利亚虎 他的那个体重的数据呢已经严重缩水到平均体重只有170多千克 而前面那位网友跟我争论的187千克呢是上一次的测量数据 也就是说他的体重已经回升了十几千克 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到阿姆尔工程官网呢去看一下啊 现在的一些个体的数据 这些年呢随着当地政府俄罗斯呢 呃就是在阿姆尔工程那个项目当中的努力使环境改善 呃让西伯利亚虎的一个食物呢有了一些保证之后呢 西伯利亚虎的体重的一个回升是毋庸置疑的 大家可以去阿姆尔工程官网上看一些他们最新的一些消息 可以看到呢呃一些大的个体的西伯利亚虎呢不断的涌现 200千克的西伯利亚虎越来越多 210千克的西伯利亚虎呢也不断的越来越多 我们说了这么多呢 无非就是想告诉大家呢 西伯利亚虎的体重呢曾经因为食物受到影响 环境遭到破坏呢 他的体重呢一度遭到非常大的缩水 但是呢所有整个呃 猫科动物界的一些学者研究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呢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 西伯利亚虎是猫科动物当中当之无愧的猫科老大 也所有人都秉持一个观点 比较一个亚种的大小肯定是要在食物充足 或者说一个大家一个正常的一个食物条件下去比对 西伯利亚虎呢在早期的一些狩猎的数据呢非常非常优秀 不过呢很多人都说狩猎数据呢不是官方的数据 所以呢很多人都不信狩猎的数据 因为狩猎的人呢为了夸大其功呢 往往喜欢把数据呢往大的那个方面说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些呢在动物园里面呢 在动物园里面这样一个真正的在秤上去秤的一个数据 这张图表呢它的数据就是一些动物园的 圈养的纯种的东北虎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呢都是动物园实际测量的 就数据呢绝对可靠 大家去动物园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动物园圈圈养的也不会说什么过度的喂食 基本上都是一个属于正常合理的喂食吧 不会说让他过于肥胖走不动这些不可能的 因为动物园也要考虑一个喂食成本 我个人觉得呢动物园这个数据呢应该是 就是说正常的一个野生都没有虎的一个数据 如果食物充足的情况下 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或者说你说战争年代人的身高体重下降 你就说那个时候是人类的正常的身高体重吗 那显然不是的吧 在马威尔动物园呢 这几个比较大的个体一些大家伙 大家如果去马威尔动物园呢 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明星 这张照片呢就是马威尔动物园611磅 277公斤的那个纯种的大块头 我而是有一个人知道的 这是大家看在哦 为什么要再地上下降 我这边就会看在马威尔动物园上 还可以看在马威尔动物园上 我们去马威尔动物园了 我再来看 对我看 拜拜 你 我再来喝这种 我не养 我是 我 这张呢是zamba的一个全身的一个照片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